现场观众再次现身说法 但是孟女士夫妇仍然希望有一个男孙来传宗接代 继承家业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孙女 儿子儿媳就应该按照生男生女示意表 为他们生一个男孙 那么对孟女士夫妇是为珍宝的生男育女示意表 妇产科的史主任又会做何解释呢 很多人都拿这个表来问我 但是我真的想说一句 这个表真是不准确的 因为他没有统计学的意义 他50%的准确性 很多人说大夫您跟我猜一猜 这个我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说那我中奖的距离有50% 因为他不是男孩就是女孩 我真的想对您说一声 您的儿子他真的是个孝顺的儿子 在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没有获得您儿子的尊重 因为您儿子的话 知道他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他都非常尊重这个生命 他都知道他自己的孩子 他不想把他打掉 可是您在对待这个生命 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您很草率 您第一句话就说 打这个孩子很容易 只要一针下去就行了 过了我一层 这个感受我也体验过 我也是妈妈 我也是母亲 我当中也是从这个过程 走过来的 所以您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这种角度上来看 还有一个 我感觉到没有什么痛苦 您的二老的心情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 给您举代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孕妇 她第一胎是个女孩 她第二胎是怀孕了 怀孕的是个双胞胎 但是她的婆婆就给她算命了 说您这个孩子 我去问了 她一定是个女孩 然后就给儿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儿子就是在这个婆婆 传统意义上很孝顺的情况下 她就是说听我妈的 我妈爸我养这么大 我一定要听我妈的 我满足我妈妈的心愿 你必须得给我银铲 你不给我银铲的话 咱们俩就离婚 那么这个女人呢 就屈从于丈夫 她想完成这个家庭 她就银铲了 银铲了以后 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让她看了 是两个儿子 这个儿子真是一下子精神就受不了了 因为她 后来以后 这个儿子就诊断为一个抑郁症 这个媳妇就带着她这个女儿 就跟她儿子也离婚了 她妈妈说 我要早知道是有今天 我哪怕得三个孙女呢 我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现在孙子也没有了 我现在最可惜的是 我连儿子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你遵守好不遵守 咱们可以和平解决 对 出谋的语言对我们 咱们可以一家人在一块 做来讨论吗 对